说起个哥的名字尝尝 大 老 粗 查 自从羊羊参加了青春黄游记 可以说是颠覆了很多人对她的印象 在大众的印象中 羊羊是个成熟稳重 一本正经的人 但看了青春黄游记之后 羊羊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就变成了憨憨 看完最新一期 简直要被羊羊和范晨晨笑死 这两人在一起组队 因为毫无默契的配合 被甲林吐槽 他们俩靠美貌打天下 完全可以称为笨蛋帅哥 在游戏环节 导演让两人说出三个字的美式名字 这个问题羊羊被提问了很多次 但是她的回答 每次都离不开臭字 宋小宝都忍不住吐槽他们 能不能离臭远一点 再说出一道美式的名字 羊羊 不臭 快摔 这一轮的笑点几乎被羊羊承包了 不得不说世界还是很公平的 羊羊帅吗 当然帅 可是都是用智商换来的 不过好像输赢对二位来说真的不太重要 因为最重要的在后面 羊羊的面子 在下一个靠运气踩水箱的环节 铁憨憨范澄澄上来就踩到了油水的箱子 这一运气可谓是倒霉到老楼家了 轮到羊羊的时候 范澄澄还给她建议 我看到这儿只能说 这俩真是一个敢说一个敢听 在范澄澄的指导下 羊羊很幸运的 第一个就踩到了带水的箱子 还坐到了上一个箱子的水 看到羊羊这表情 原谅我先笑未尽 看羊羊这么惨 导演就又给了一次机会 结果没开二度 羊羊又摔倒了 只能说这种意感不是谁都能有的 范澄澄与羊羊产生的化学反应 简直能让人笑得合不拢嘴 两人这一期的合作 可谓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上演了一波 扮猪吃老虎 但最终还是把胜利送给了贾林他们 惨过之后 还是用自身魅力打动观众 输了游戏却赢在笑点上 自打羊羊来了青春黄游记 不难看出范澄澄很喜欢这位哥哥 不仅如此 还敢在羊羊面前开玩笑 有一个环节是嘉宾自己想一个名字 当做自己的代号 范澄澄直接脱口而出 迪丽热巴 镜头也是很实物的转到羊羊面前 其实范澄澄这么大胆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还有一次 羊羊本想给羊笛刨坑 问你最想看谁的八卦 谁知羊笛还没反应过来 旁边的范澄澄一个热字脱口而出 我看范澄澄是荣耀夫妇的粉头吧 但光明正大的克老郑主面前 胆子也是很大了 也有很多求生欲很强的粉丝表示 偶像行为请勿上升粉丝 不过我想说 澄澄你是知道些什么吗 能说给我听听吗 当然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荣耀夫妇的热度到现在 还一直保持着当初的高度 准备一下 脸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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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嫂子太哑了 没有脸小 也是 俊男美女的CP光是看着就很养眼 再加上她们之间的甜蜜互动 很难让人不客啊 之前不认识她的时候 我觉得她是一个比较高老 长得很漂亮的女生 我认识之间没东西 然后接触窗 我觉得她是一个 其实她也很活泼 会有一些小的笑话的点 自己呢 又有一些孩子期望 看到羊羊对脸脸热巴的评价 很多网友也表示 这不也是你吗 看来长得好看的人 都是有相思点的 自从羊羊来参加青春黄游记 毫无偶像包袱 不仅自己玩得开心 观众看得也很开心 所以在这期节目播出一半时 可能很多人认为羊羊傻 被人利用了还不知道 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羊羊故意的 她可一点也不傻 播得出去 收得回来 我看喜剧圈 可以有羊羊的一席之地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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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